布布霸气宠波妞,听到波妞大哭,立马掉头去轰,布布和波妞说的话好暖心。 布布总是用着自己的方式爱着波妞,虽然他们都是孩子,但是孩子的世界也有大大的爱,贾静雯这一家的家庭氛围真的很棒,布布比波妞大不了多少,但是却从来没看到过布布心里有什么不平衡,也没有和波妞的打架,反而是布布一直呵护着妹妹。 布布有的时候掌握不好自己的力度,他爱波妞,所以有的时候总是会很霸气地搂着波妞不放手,虽然有时候波妞不愿意,但是布布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展示自己对妹妹的喜爱,贾静雯也经常会教育布布,要学会对波妞温柔一点,看一看波妞喜欢什么。 布布补霸气宠波妞,姐姐力十足。 贾静雯的家庭氛围这么好,少不了老公修杰凯的功劳,他总是在贾静雯忙着照顾孩子的时候,就把家里就收拾好了,给布布波妞做好吃的营养早餐。 贾静雯,贾静雯文哄孩子累了,出去找口水喝,就看到修杰凯在桌子上有捣好的热水,剩下波妞和布布两个人在房间里玩耍。 补妞看到姐姐在玩一个黄色的玩具,直勾勾地盯着,为了表达自己也想要玩。 伯妞就假装大哭了起来,布布刚听到伯妞的声音变了,立马就赶紧把黄色的玩具放在伯妞的面前,布布真的是太宠着伯妞了。 后来布布轰波妞,还专闻拿出了玩具眼镜逗波妞开心,布布想要照一照自己戴眼镜的模样,就去客厅照镜子。 独自在床上的伯妞,看到姐姐布布突然走了,就大哭了起来,刚刚走到客厅的布布,还没来得及照镜子,听到伯妞在大哭,立马杀住车,掉头就跑向卧室,一边跑一边说,姐姐陪你,姐姐陪你。 这么暖心的布布,太让观众极爱了。 小跑回来的布布,坐在床边上安慰波妞,姐姐陪你对不对,布布想要波妞知道,不管什么时候,布布都会陪着波妞,这样波妞也不会没安全感。 布布妞看到姐姐重新回来了,立马高兴的手足舞蹈,冲着姐姐布布大声的开心的笑着,这是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,看到布妞这么开心,布布也觉得很开心。 布妞主动抱着布布,然后布布和波妞说,我每次走了,你都一个人对不对。 布布和波妞说的话真的好暖心啊,没想到这么巧的布布,却总是能够像个小大人一样替布妞考虑,在妈妈不在的时候,布布都能够很好地照顾波妞,陪着波妞玩耍。 难怪布布布和波妞这对小姐妹那么受观众的欢迎呢。